共产党在中国 回首文革 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 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史称十年浩劫 文革对中国造成的伤害之大 影响之深 范围之广 时间之长 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 共产党在中国回首文革节目 要为各位做系列报道 介绍文革的前因后果 历史事件 冲击和影响 以及被卷入的大人物 与小百姓和命运赌博的泄泪实录 向大家呈现事实的真相 今天为大家介绍 红太阳落山 林彪的策划武装政变和死亡 对毛无疑是一次巨大的精神打击 1970年11月 毛捡我从黑龙江召回北京 替他治愤炎 从此他就没有完全恢复 债自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治隋所著 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第519页 尽管当时中国对毛泽东还是一片万寿无疆的欢呼声 但是毛泽东隐约感觉到他已经来日无多了 文革之初的1966年 毛泽东打倒了自己的接班人刘少奇 文革中期的1971年 毛泽东逼走了第二个接班人林彪 毛泽东只好对中国的领导层重新布局 毛泽东曾经想在以周恩来邓小平为首的老官员 和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派之间搞平衡 但是这两派一直水火不相容 毛泽东承认周恩来和邓小平等老官员 在管理国家日常工作上有能力 比文革派强 但是他时刻担心这些老官员 会否定他一生中最大的成就之一文革 毛泽东欣赏文革派 特别是欣赏张春桥 也对自己的妻子江青有意栽培 但是发现他们同上层官员的关系都很紧张 毛泽东因此挑选了上海造反派出身的王洪文进行培养 官至中共副主席 但是后来发现王洪文各方面都很不理想 而且依附于江青 于是打消了让王洪文接班的念头 在毛泽东感觉这两派都不能完全信任 或者托付全面大权的情况下 他的目光转向一批他从下边提拔上来的军政官员 包括华国峰 纪登奎 吴德 陈希莲和汪东星等人 在文革中 各级领导机构组建的时候 曾经提倡革命三结合 即所谓的革命干部 革命军人和革命群众代表的三结合 实际上是老官员 军人和造反派代表的结合 1973年以后 这种三结合变成了年龄上的老中青三结合 以便形成接班梯队 到了毛泽东的晚年 三结合有了另一层意思 就是老官员 文革派和从地方上提拔上来的官员之间的三结合 最被毛看中的是华国峰 他1954年任毛泽东家乡湖南省湘潭的中共地委书记 1955年 毛泽东看中了华国峰写的三篇有关农业合作化的文章 特别让他列席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 并且在会上介绍经验 从此 华国峰在仕途上一帆风顺 文革前 他官至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 在文革初期的1968年 毛泽东亲自提名华国峰进入湖南省革命委员会 就任副主任 一年以后 他成为中共九大中央委员 1970年2月 他成为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同年8月 毛泽东将他调入中央工作 同时兼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广州军区政委和湖南省军区第一政委 1973年8月 中共十大 华国峰成为中共政治局委员 1975年1月 华国峰就任副总理兼公安部长 周恩来去世以后 毛泽东出人意料地于1976年2月2日 提名华国峰担任代总理 四五天安门事件之后 毛泽东撤销了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 同时任命华国峰担任中共第一副主席 和国务院总理 成为毛的实际接班人 纪登奎 文革前夕是中共洛阳地委第一书记 曾经得到毛泽东的亲自关照提拔 文革初期 毛泽东亲自解放了纪登奎 使他担任了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在中共九大上 毛泽东亲自指定 纪登奎作为革命干部代表在大会上讲话 纪登奎随后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 毛泽东同林彪发生矛盾之后 毛让纪登奎担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 作为向林彪主管的军队挖墙脚的重要棋子 中共十大上 纪登奎成为政治局委员 随后于1975年担任副总理 位列邓小平和张春桥之后 吴德 文革刚开始时 彭真被打倒 吴德调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兼市长 后来在中共十大成为政治局委员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陈锡联 解放军上将 1959年开始任沈阳军区司令员 在军中当时无论年龄和级别都算是中自卑 红军时代曾经是李先念的部下 抗战和国共第二次内战时期是邓小平的部下 林彪事件之后 毛泽东将陈锡联调任北京军区司令员 在中共九大 十大上 毛泽东都提名陈锡联担任政治局委员 在1975年的四届人大上 陈锡联成为副总理 汪东兴 1947年担任毛泽东的贴身警卫 后来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总参谋部警卫局局长 名副其实的中南海大内总管 他是中共九大的政治局候补委员 十大的政治局委员 这批官员的年龄都在四五十岁 都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加入中共 文革开始时 华国锋44岁 纪登奎43岁 两个人都是1938年加入中共 吴德53岁 1933年加入中共 陈锡联51岁 1930年加入中共 王东兴50岁 1932年加入中共 在文革前夕 他们多数在地方上任职 在中央没有根基 不属于任何派系 只忠于毛本人 华国锋进京之后 对江青很尊重 关系一直不错 江青也曾经公开赞扬华国锋 在批邓时表现出色 据文革期间担任过副总理的农民陈永贵回忆说 华国锋曾经当着江青 张春桥的面讲过 江青同志 我永远听你的 当你的忠实助手 对主席的一家 我们世世代代都要忠于和爱护 在任何时候都不做损害主席一家的任何事情 但是在邓小平文革中第二次被打倒以后 王东兴曾经在政治局会议上提议江青担任中共副主席 华国锋不表态 表示要请示毛泽东 江青因此对华产生不满 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隋回忆说 1976年7月 王东兴曾经说 现在江青嚣张得很 在政治局会议上骂这个骂那个 7月里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 由上海帮带头围攻华国锋统治 纪登奎进入中央工作以后 曾经与四人帮关系密切 在批邓时态度积极 司令员李德生表示 当前主要是批极左思潮 但是军区政委纪登奎却随着文革派的腔调说 不能说林彪推行的是极左路线 毛泽东不希望自己提拔的中间势力 与任何一派关系过于密切 因此有一次毛泽东批评纪登奎说 登奎有的是不和我说 也不和总理讲 却是找江青春桥讲 政治局大多数他都不讲 不团结多数只找少数人 毛泽东死后 华国锋准备除掉四人帮时 基登奎表示同意 但是同时认为应该对这几个人区别对待 显然与多数人要一网打尽的想法有差别 吴德曾经积极靠拢江青为首的文革派 批林批孔运动中 批判周恩来十分卖力 但是同时也与四人帮发生分歧 他曾经支持四人帮严厉镇压四五天安门运动 但是毛泽东死后 他又积极参与了除掉四人帮的活动 陈希莲本来属于老派军人 但是颇得文革派赏识和毛泽东的信任 原因是他在文革中与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关系密切 文革初期的1968年 周恩来将毛远新送到陈希莲那里 担任他的联络员 当时只有27、8岁的毛远新 不久便担任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主任沈阳军区第一政委 毛远新在东北期间盛气凌人 一派公子哥作风 人际关系很差 但是陈希莲却能放下身段 对毛远新毕恭毕敬 毛远新颇为受用 不过陈希莲与老官员也一直保持密切关系 邓小平文革中复出期间 陈希莲对邓十分尊重 同时内心里对四人帮不满 例如1975年10月 陈希莲曾经在乌鲁木齐 与时任乌鲁木齐军区司令员杨勇常谈 主要是谈毛泽东对江青的批评和四人帮问题 陈希莲后来积极参与了除掉四人帮的行动 王东兴曾经与林彪及其亲信关系密切 并且和他们一起在庐山会议上猛批张春桥 险些被毛泽东抛弃 王东兴同江青的关系一直不好 但是他对毛泽东忠心耿耿 也深得毛泽东的信任 毛泽东万万想不到 在他死后 拘捕江青等人的行动 就是王东兴亲自执行的 关于毛泽东对深厚的政局安排 毛远新在文革以后曾经说 毛泽东说过 春桥思想家 但是业务不行 全局工作弱一点不如总理 国锋可以主持前面工作 春桥文元江青 登奎西莲先念 吴德次之 在这八位顾命大臣中 毛泽东基本上排除了老官员 而希望文革派同中间派合作 但是在毛泽东的安排中 没有军方强人 而文革派最大的缺失 就是军方支持 江青说 我们只有笔杆子 没有枪杆子 王洪文说 我最担心的是军队不在我们手里 军队里没有我们的人 从1927年就开始 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毛泽东 当然知道军队的重要性 文革初期在准备打倒刘少奇之前 毛泽东成立了 以叶剑英为首的首都工作组 改组了北京卫戍区 并且调进了两个野战军的主律师 据吴德回忆 当时叶剑英说 在北京的秩序安全工作 没有搞好前 毛主席不能回来 1967年2月 毛泽东也说过 当公开发表北京市委改组的时候 我们增加了两个位数师 文革中毛泽东要对付林彪时 也是先让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 调动一个师在北京附近待命 中国大陆著名人士郭飞雄说 毛泽东掌握着绝对的民权 林彪一直调动不了 白京的一个牌 他知道他的军权是假的 毛泽东一直不会丢的 另外一点 林彪是军事家 毛泽东是政治家 军事家的那一种战场上的阴谋 跟政治家的斗争中的阴谋不能比 比如说 毛泽东在楼上会议上 对林彪进行批判 欺骗 回去以后就暗中的调换军队 等林彪知道了 没有反抗可能性的时候 已经处在被毛泽东的军事包围之下了 为了让文革派控制一部分军权 毛泽东让王洪文成为军委副主席 让张春桥担任军委常委 军队总政治部主任 南京军区政委和上海警备区政委 毛泽东希望他们能够根据中共党指挥枪的原则 去指挥军队 但是实际上 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原则 有更大的说服力 例如 无论以党内职务还是军内职务来衡量 王洪文和张春桥 都是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上级 但是在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 王洪文点名 许世友拒绝应声 弄得在场的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很尴尬 许世友的儿子在一封信中写道 爸爸说别看王洪文是军委副主席 张春桥是总政治部主任 军队没人听他们的 枪杆子全抓在我们手里 他们只能调动几个民兵师 可见毫无军方背景的王洪文和张春桥 在军中的职位只是虚职 真正主持军队工作的 还是军方背景深厚的叶剑英和邓小平 1976年批邓以后 叶剑英也受波及 1976年2月2日 中共中央发出1976年1号文件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 决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 同时决定让叶剑英养病 拿掉了他的兵权 由陈希莲负责中央军委工作 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以后 毛泽东说 剑英75年以后被小平招安了 要下 叶剑英随后被剥夺了 参加政治局会议的资格 尽管叶当时仍然是党的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 但是毛的安排回时已晚 林彪倒台以后 叶剑英利用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便利 不时时机地和周恩来一起在军中大大加强了自己的势力 不让文革派燃指军队 例如在1975年6月 叶剑英曾经找每一个大军区和军种司令员和政委谈话 要大家警惕上海帮 因此在文革派同周恩来邓小平的争斗中 军队许多将领都抵制了文革派的插手 即使是陈希莲在代理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期间 也一直与叶保持联系 在处理重大问题时 陈还暗中与他通缉取得他的支持 本来在1949年以后的20多年里 毛泽东在中国可以说是永远不落的红太阳 从刘少奇在延安中共七大上提出 毛泽东思想为中共指导思想开始 为了加强共产党的凝聚力 为了使中国人一心一意地顺服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不遗余力地制造了一个半神半人的毛泽东 50年代末大跃进的失败虽然使毛泽东被迫退居二线 但是毛仍然是中共的精神支柱 整个共产党仍然需要树立这个大家共同的领袖 以便对中国维持牢固的统治 刘少奇就毁灭在他造出的这个神手里 在美国的作家李杰说 刘少奇他们的智商递在什么地方呢 他们递在以为好你毛泽东认错了 那么好吧你退一步 我们吹捧你我们捧你的思想 但是我们架空你 刘少奇他毕竟是个小奸商 这个脑子不行 他以为他把你我把你架空了 你就没办法了 他搞错了 毛泽东千古一帝啊 他全力架空他还有话语啊 他可以用仗无不胜的毛泽东去讲 动员全国人民造你的反 林彪将造神运动推向新的高度 到头来也尝到了作茧自负的苦果 面对红太阳的政治攻势 林彪只有招架之功 全无还手之力 大陆著名人士郭飞雄说 林彪失败概率上带有一种 基本上他是搞不赢毛泽东的 为什么 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他造神 把毛泽东捧为神 所以处处都是他的敌人 谁敢反对毛 没有人去认同 造神的人无法打倒造出来的神 但是这尊神自己把自己打倒了 在毛泽东生命的最后阶段 在中国普照了二十多年的红太阳 似乎没有那么灿烂辉煌了 他自己似乎也清楚这一点 据毛远新和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张玉凤回忆 毛泽东当时说过 我死后可能不出一年 长了不出三四年 会有翻天覆地 民心军心 我看不在我们这边 你们要信 也许正因为如此 对于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 毛泽东竟然再一次保留了他的党籍 为邓在1977年东山再起 进而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提供了方便条件 文革专家高文谦说 毛对自己身后的这个事情 他有一个判断 实际上四五天安门事件之后 毛自己心里面 他已经非常清楚 这个事情将来党内的话 迟早是要翻案 所以他说翻案不得真心 其实心里面他知道翻案得人心 毛也不愿意被邓把事情给做绝了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毛泽东可能意识到 叶剑英在军中的影响已经无法逆转 因此并没有彻底打倒叶 1976年9月8日 毛泽东在临终前把所有的政治局委员叫到床边 包括叶剑英 毛见过所有人之后 特别再一次把叶剑英单独叫到身边 但是毛已经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 叶剑英到最后也没有弄清楚 毛泽东到底想跟他说什么 但是这个举动完全可能显示 毛泽东认定 叶剑英是日后中国举足轻重的人物 1976年9月9日 毛泽东去世 红太阳终于落山了 美国作家海明威的一部小说 叫《桑中为谁敲响》 一位著名文学批评家后来评论说 桑中为每一个人敲响 我是美国之音记者李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